我會說B題 B題12分 在全球化經濟之下 有多大程度上 可能抗拒原積氣文化呢? 其實他是想問 有肯小還是肯大程度 會不會抗拒 會不會不用積氣文化呢? 其實這個考生是Level 5 Level 5是很少程度上 他在普遍程度上 有幾個程度 你用了浪費後 懂得很好 換衣服 錢外外 首先 第一個點是 因為全球化經濟 會令物價下降 物價下降 會令人買多了 買多了因為便宜 買多了因為便宜 就是因為以前 以前是貴的 就如珠如寶 現在東西便宜了 就不會太珍惜了 之後 他就說全球化經濟 會用國際分工 這個概念 國際分工 跨國企業 去用成本 去不同地方去設廠 降低生產成本 生產成本大降 就令到貨物價格也會下降 下降之後 競爭力的關係 都會令到貨物下降 價格下降 那麼便宜 因為便宜的消費者 就不會太介意了 例如一些衣服 衣木 電腦 一些袋等 一些即器產品 就會用完即器了 反正我買過都不是太貴 所以他們就不斷買 不斷買就會 就會鼓吹了這個即器文化 此外 全球化的經濟 就令到貨物的流通量更快更廣 多了東西 多了東西就會有不同的品牌 很容易接受新品牌 新潮流的資訊 那些人就會令到消費主義 大家不斷買 不斷買來智能手機iPhone為例 波鞋 什麼Q為例 沒有聯網 我們一收到消息就會去買 一些新iPhone12 Jordan 波鞋 不斷買 不斷買 令到我們消費肉大增 我們就渴望買新衣服 導致我們舊的東西 我們就不會再用舊的東西 這個即器的潮流就會增加 不斷放的即器的網化就增加了 此外全球化經濟就會令到大家的貨物更提供 消費的體驗更好 這麼方便 例如網購 你現在不斷用信用卡 跨國跨地域 用Amazon Ebay 甚至淘寶 就可以很輕易買東西 由於這麼方便 那些人就不會珍惜 那些人珍惜就會不斷買東西 不斷買東西 不斷買新的東西 就追趕潮流 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有不少人就為了追趕潮流 就會把舊東西扔掉 就會令到即器的文化不斷加深加劇 再者 全球化經濟就令到大家資金充滿 大家有錢的人 就有物質主義的追求甚高 因為全球化經濟 大家有錢之後 就會生活數值收入多了 消費力提高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對物質的追求也提升了 大家都希望有更高質素的生活 所以不斷買東西去追求 不斷追求 例如傢俬 電器產品 科技產品 iPhone iPad 去IKEA買傢俬 對生活不斷追求 就會令到扔掉舊的東西 就會衍生出即器文化 坦然這個博論 近日的環保概念大增 但是人們會更珍惜的東西 減少消費 或者更綠色 減少排放污染 減少買衣 但是人們對潮流都會繼續捉 例如我們對時裝 對化妝 韓國等地的東西都會不斷追求 追求他們的潮流巴黎世家 追求潮流 為什麼會追求潮流 因為傳媒的傳播效應 就要用廣告去洗腦式 令我們不斷買潮流 不斷衍生出追求潮流 不會抗拒即器文化 在全球化之下 大家不斷各各提倡消費 消費力大增 海資公司就會不斷買東西 不斷傾銷的東西 提供優惠補貼 令人們買東西更便宜 更便利 令大家更多買東西 不重視舊東西 吸引大家買東西 其實這裡不夠寫的 其實他也是這樣說 買東西這麼多 買這麼快 所以最後大家 不會衍生出的即器文化 就會不斷加劇 不會減少 其實他就很有邏輯 用了國際分工 資訊流通 跨平台 跨國的資訊平台 消費平台 物質主義 還有空靈心 跨單元地回答這條題目 所以他最後拿到五 所以這個人寫得超好 寫了兩版本 希望大家可以學習 而我也可以學習到他 謝謝收看